第九輪的BNT和高端疫苗 今天開放預約接種 而總統蔡英文和副總統賴清德 已經在上午完成了網路預約 預計在九月三十號接種 第二劑的高端疫苗 而截至下午五點為止 BNT完成預約的人數 是超過了六十七萬七千人 而高端的預約人數 是超過了三十六萬人 第九輪BNT級高端疫苗 早上十點開放預約接種 符合資格的黃先生等了這麼久 中秋節一早九點四十分 就到藥局排隊卡位 十點一開始 藥師僅花十幾秒鐘 就順利預約到接種時間 我一直都在等BNT或莫德納 時間還沒到先來排滿面的 強述別人了 第九輪符合資格的對象 包括十八歲到二十二歲 六十五歲以上 以及第九類四十歲以上 這三大族群 BNT疫苗施打日期 九月二十五號到十月二號 高端疫苗則在九月二十七號 到十月二號期間施打 今天早上十點 跟過去比較不一樣 今天使用網路網站相當的順暢 其實民眾他這次還是一樣 搶得還蠻快的 所以說預約過程中 從十點到十點十分 陸陸陸續續都有很多名額 都滿額了 另一方面 針對有條件式開放會展活動 相關指引 遭質疑沒有經過專家會議 同意就祭出會展的從業人員 必須六成打完第一劑疫苗門檻 由醫師提醒 根據國外統計 打第一劑對Delta的保護力 頂多三成 會展人多 接觸也多 意義不大 只打一劑的意義 其實不是太大了 即使你百分之百都打一劑 你也只有兩三成的保護力 所以這個是不夠的 我們很多次都沒有專家會議 我們指引大部分 都是在行政上面做考量 並不是當作一個最主要的防疫的措施 最主要還是在人流管制 還有大家裡面的口罩 跟社交的距離 至於首批客製化 BNT疫苗傳出即將在二十二號底台 陳時中強調時間未定 不過永林基金會上午回應 說相關的疫苗 在歐洲已經可以啟運 但本週盧森堡航空滿載 正協調其他航空公司 確認搬機後再另行通知 記者黃烈 陳信龍 朱鋒之 蔣龍祥 謝晴文 台北報導